记者张瑞珍台中报道 关圣帝君前灵 台中是灵性通气泛日前到中市东区知名的南天宫 向关圣帝君拜拜祈求平安 才离开南天宫一个路口 仅约300公尺 就遇到警方盘查 林南原本相谎报有人的身份 静音紧张背不出来 不断要求要打电话给妈妈 被警方斥责都挤刺了 成年人要为自己负责 林南俭无法隐瞒 才说出真实身份 他是背负周氏陶逸罪的通气犯 虚入监服刑九个月 警方进一步于林南身上 与车上查获毒品凯他命级毒咖啡包 借送地检署归案 中市警局第三分局立德派出所远警 上月29日下午于东区自由路 与静德路口执行路检勤务时 见27岁的林姓男子开车载着朋友 神情显得紧张 警方狼查时 林南强调自己只是到南天宫拜官圣地军 绝对没有喝酒 他随便乱报身份证号码 试图隐瞒身份 去背错号码 警方查无此言 林南情急之下 不断要求警察打电话给他妈妈 或让他打电话给妈妈 警生斥责你都几岁了 警方问他出生年月日 林南却疯狂跳针乱扯一通 警方告诉他 遇到事情就要好好面对 林南知道自己难逃法网 表明真实身份 警方确认是今年3月5日 被台中地检发布周识 逃逃逸罪的通缉犯 警方逮捕时也在其身上查获两包第三级毒品凯他命 共3 16公克 20包毒品咖啡包 共147 22公克 林南表示 妻子8月即将临盆 为了能够陪伴妻子生产 看到小孩出生 才选择逃亡 他平时有拜关圣地军的习惯 没想到这次关圣地军真的先灵 林南离开南天宫 才300公尺 就被警方查获 警方认为关公始终是站在正义的一方 全案借送地检署归案 并依毒品危害防治逃离法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